各位聽眾朋友大家早安 歡迎收聽今天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鄭麗文 今天要跟大家再介紹一個特別的主題 曾經我在節目裡頭也曾經訪問過 那麼台灣現在也有許多的醫學中心 開始用正面來進行一些 在醫學上面它可以紓壓 然後它可以調整你的身心 甚至於去治療一些 譬如說失眠長期疼痛 還有肥胖的問題 那麼聽說減肥效果還不錯 所以我曾經在節目裡頭呢 跟大家介紹過正面 那麼正面呢 這個東西呢 其實在西方的這幾年非常的火紅 我也曾經在節目裡頭呢 跟大家講過 它已經成為英國呢 等於是我們叫做全民健保 他們的國家健康的中心的一個正式的項目 就是正面已經變成 用台灣的語言來講 就是說健保有幾副的啦 的一個正式的一個醫療的項目 然後甚至於呢 他們現在想要進一步的 把它放進去 小學生的教育裡頭 開始學習正面耶 想不到吧 英國唷 那麼正面 剛剛我講的英文叫做Mindfulness 我也曾經在節目裡頭講過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眾朋友還記得 在你的Apple手機裡頭就有 所以什麼是正面 我們今天呢 要再度的請來 因為呢 我對這個題目還蠻感興趣的 那我看到方志出版社呢 最近他們有一本新書 叫做正面減壓的訓練 所以我們就特別呢 請到這本書的作者 他同時呢 也是在台灣的 台灣的這個 台灣正念工坊的創辦人 他在台灣推廣正念這件事情 我剛剛講的正念Mindfulness 在我們現場的 就是這位作者陳德忠 德忠老師 早安 主持人早 聽眾朋友們 大家早安 這是一個很古老的 可是又很新的東西 是的 很古老的是因為 它是在幾千年前 就已經開始佛陀 他的禪修就是正念 是 這是一個 佛陀教法裡頭的 很核心的東西 因為我們在節目裡頭呢 其實也有請到禪學老師 來跟我們講一些 佛經啊 跟禪修 好 那麼 學佛呢 不是 真的不是拜拜 學佛呢 也不是只是一直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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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經 不知道在念什麼這樣子 好 更重要的是 你要真的實際的去修行的話呢 你就一定要打坐 要禪修 對 那禪修的核心的概念就是正念 是的 所以正念的來源是來自於古老的佛陀的教法 佛教的核心 可是呢 到了西方呢 他把它去宗教化了 剩下的是這個正念的禪修 所以呢 這個我想就必須跟大家來稍微解釋一下 既然這個禪修正念這麼的好用啊 為什麼要把佛教的成分去掉了 當然啦 你把宗教的成分去掉了以後 可能尤其在西方 現在有這麼多的念 穆斯林也好 基督徒也好 或者是更多的 在歐洲有更多的無神教 就是沒有任何宗教的 他都可以接受 我想這是英國為什麼能夠接受的原因 不然你不可以由國家來支持某一個宗教的東西嘛 但是我們還是要請教陳德中老師 一樣一樣跟我們介紹 是不是先請陳德中老師跟我們講 你自己本身怎麼 是在一個什麼樣的因緣底下去 接觸到正念這個東西 然後我看到就是說 你在書裡面有介紹 您還到 是在美國嗎 對 跟這個正念的大師 推廣的這位卡巴金老師的 正念剪壓的創始人 去正式的跟他學習 所以先講 你是在什麼樣的狀況底下去 接觸到這個東西 然後你決定要去學 然後還回台灣 推廣這件事 好的 基本上呢 對我來說 我最早接觸到的 其實就像立文姐剛剛談到的 是從禪修開始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是 本來是接受 接觸佛教的禪修 傳統的佛教禪修 當時是在法谷山 跟聖言法師學習 真的啊 對 那從1995年就開始 學習這個東西了 到了大概差不多 2017年 2014年左右的時間 我都在這個地方 十幾年耶 對 非常非常長的一個時間 是喔 對 那只是在學習一段時間之後 我發現就是 其實聖言法師 他常常說的一句話叫做 佛法這麼好 知道的人卻那麼少 誤解的人卻那麼多 就像立文姐說的 很多人都 講到這個 其實他的真正的一個精神 是一個讓我們身心 更提升的 有系統的方法 可是很多人都以為 他就是朝向拜拜 那時候我是覺得蠻可惜的 那後來呢 到美國去之後呢 我發現有一個人 先說一下 我到美國我是 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學 我是念心理諮商的嘛 所以你是 其實是先去美國 是為了去留學的 對 我其實並不是 我是為了學政念到美國的 我是本身就有禪修的背景 然後後來到美國去留學 然後你去念 念書 結果留學的過程當中 我聽到一堆人都在談說 思念怎麼做 用Mindfulness 然後憂鬱症怎麼辦 用Mindfulness 壓力大怎麼辦 用Mindfulness 真的啊 對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 因為Mindfulness 它其實是一個新的單字 對 就回憶以前我們讀國中的時候 其實字典裡是沒有這個字的 是英文新發明的字 對 本來只有Mindfulness 加上NESS 變成名詞 它就變成一個狀態 是一個保持流星的狀態嘛 所以呢 變成這個名詞之後呢 很多人都在講這個東西 我就說 What is mindfulness 好像很神奇的樣子 結果那些 醫師啦 科學家都跟我說 Mindfulness is very easy You just sit down and relax 就是說很簡單 做了一半的經商 And then watch your breathing in watch your breathing out 就是說 觀察一下 觀呼吸 觀呼吸 對 那另外一位姐應該說 這個對我們來說 這是再熟悉不過的東西 對啊 你想說 我在法國三十幾年 不就是這個嗎 我就是 每天都在連這個 對啊 啊怎麼變成 你們美國人的東西啊 對對對 當時我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很surprise的一個發現 而且跟我講那些人 他們也未必是什麼佛教徒 他們可能是科學家 也許是基督徒 也許是一般的 無聲論著 所以你那時候在法國三的時候 就有在打坐 有在殘坐 對 殘坐非常非常久的時間了 你看 這些美國人不知道遇到大師了 沒有啦 但是我在心裡想不敢講出來 OK 然後呢 然後我就發現 原來是在 麻州大學醫學院 有一個中心 叫做 Center for Mindfulness 就叫 有個正念中心 對 那這個中心 它其實已經蠻久了 是在1979年的時候 1979年啊 對 因為我們來做民國68年 其實相當早以前的時間了 對啊 是喔 對 那時候我才很訝異地發現 原來這個東西引進西方 已經一段時間了 哦哦哦哦 而且 更讓我驚訝的是 它不只是在佛教界裡面 嗯 它還進入各個 不管是醫學界啦 企業界啦 還是你說的國會殿堂 當然那些都是2000年以後的事 但基本上呢 是因為 有一個猶太人 他是MIT畢業的 一個博士 叫做卡巴金 哦卡巴金是猶太人 對他是猶太人 他是姓猶太教的 可能家族上是猶太教吧 那不是很religious這樣子 對 不那麼religious 但他本身也 好妙哦 猶太人耶 哦 好 其實美國很多的 有一個術語叫做 Jewish Buddhist 哦真的啊 對就是很多的猶太人 猶太佛教徒 對可以這樣說 但他們的佛教徒 也許不是那麼religious的 那種佛教徒 不是那麼純粹的佛教徒 對比較不是像 我們想像中的 什麼穿居士服 海青的那一類的 但他們在精神上 因為他們很重視科學 他們發現 呃這一套系統 其實是一套心智鍛鍊的方法 所以非常convince他們 所以他們反而 對這一套心智鍛鍊的系統 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哦所以說你 你的意思是說 早期真的投入這個正念的 其實是以猶太人為主 很多都是猶太人 哦 對包括杰克康菲爾的啦 John Capazin啊 哦 就是這一群 比較早期的 大部分都是 那他們是猶太人 他們怎麼會接觸到 佛教的這些 嗯 殘酷啊 因為他們有跑去印度 對 有好幾個是去印度 就像賈博士這樣子 哦 對那有一些是去泰國 是去緬甸 嗯 那呃我的這一位老師呢 卡巴金博士就是我說MIT的這一位呢 他是因為他在大學的時候 有一次去 在MIT的海報當中看到有一個演講 嗯 是跟禪修 就是Moditation有關的 哦 那他非常的感興趣 他就呃 跑去聽 結果那一個講者呢 是一個日本的禪師 哦 那他聽完之後就覺得 That's what I want 哦 然後他學了好久之後呢 其實也是到了 他自己每天練習禪修十多年之後 他發現對他本身的呃 頭腦的開發 情緒的平穩 睡眠的痞子 其實很有幫助 他很驚訝的發現 這一套東方的東西 居然這麼有用 可是我們這些主流的美國人 我們都不知道 嗯 他跟他的同事講 跟他的一些呃 主流的這些美國人講 沒有一個人聽得進去 嗯 後來他說怎麼辦呢 因為他自己是科學家 他想到一個辦法 他要做研究 因為美國人不相信說 怎麼可能坐在那裡 然後什麼都放空都不要想 對 然後就會有這麼神奇的效果 對 那我可憐了 你一定是瘋了 他們就覺得他瘋了 所以他覺得 為了要說服這些人 他開始做研究 嗯 他開始招募了 第一批的慢性疼痛的病人 就在馬洲大學的醫學院 嗯 然後給他們做八週的 其實是類似禪修的課程 但是他取名叫做 正念減壓 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就是以正念為減壓的方式 因為講到正念人家不想來 講到減壓大家都來了嘛 因為每一個人壓力都很大 然後結果八週之後 就是透過很多的數據啦 實驗發現 他們慢性疼痛的症狀 有明顯的改善 嗯 那這一類的東西 就能說服主流的美國人了 因為他們就是要看 Evidence 就是有證據 然後他們又做了好多的 而且他就沒有心理上的障礙 哦 對 覺得好像我要皈依佛教 我才能夠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就沒有障礙了 因為我跟這跟宗教無關 我純粹就只是為了 我身體上面的一個問題 得到解決 然後我來試試看 一個新的方法 對 所以他就是慢慢的 藉由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這個卡巴金也很特別 他基本上是一個 猶太的科學家 然後在一個很特別的姻緣 遇到了一個日本的禪師 那他自己就沒有障礙 他自己就很願意去 跟著這個禪師修 對 修行 因為他可能也比較是有 實驗精神嘛 他說這個東西 我不要先覺得 它是不好的 或者覺得它是好的 我不要因為宗教而貼標籤 我要怎麼證明呢 就是我親身實驗 所以他每天做静坐 每天做静坐 他發現真的就是有效嘛 嗯 好特別喔 所以呢 他當時是為了要推廣這件事情 所以 再加上他也不是一個正統的佛教徒 可以這樣講吧 對 他比較不是那麼 就是屬於信仰類的 對 不是信仰類 所以他就開始去推廣 對 那很早期喔 對 但是他從79年到大概2000年之前呢 就是累積了很多的paper 那都還無人問問 那後來就是美國的 有個叫PBS的一個公共電視台去訪問他 然後後來就是包括Anderson Cooper的一個節目叫60 Minutes 就60分鐘的一個節目嘛 也訪問他 然後包括Time雜誌也把這件事當作主流的一個封面 那慢慢差不多就是2000年之後就開始整個推廣出來了 喔 所以說現在在美國相當的風行 非常的風行 喔 所以說在美國很多的中心 然後很多的醫院 對 開始在推廣這件事嗎 對 包括醫院啦 或者是你剛剛說的國會殿堂啦 甚至包括Google也在推這件事情 喔 他們把正念當作員工訓練的一環 喔 企業裡頭 對 也覺得正念可以幫助員工很大 對 對 因為可能高科技產業當中 大家節奏都太快了 反而心會很亂 所以他們就是用這套系統來訓練他們的員工 嗯哼 所以後來你就去找到了卡巴金 對 然後你去他那邊學 對 而且我本來 你不是不用學了嗎 本來就很會做了 呃 開玩笑 坦白講以禪秀來講是這樣的 是啊 但是我要學習他們的 他們的terminology 他們的術語 因為他們是用比較心理學的名詞去講這件事情 喔 對 而且呢 再怎麼樣 就是說 呃 去學習他們怎麼帶團體的方式 喔 可是也是因為我有相關的背景 所以我學起來特別的如魚得水 嗯 那對他們來說可能要練習很久 對我來說練習就蠻快的 對啊 因為一開始從來沒有做過的人 做下來是真的 喔 因為那個心會狂飙 對 所以你會坐不住 對 坐在那邊 然後不講話 然後不動 嗯 三分鐘都很難啊 很難很難 然後要慢慢變到30分鐘 好 然後變到 我不知道要多久了 還有忍受腿疼啊 對呀 麻掉 對 因為坐在那裡的時候 呃 一開始是真的有一點難 可是 坐久了之後 就會 發現就是說 對自己 喔 心的沉澱下來 靜下來 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喔 對 非常大 我真的覺得 正念修行 它是一個道之堪責的過程 嗯 只要足夠的耐心 你就會尝到最後的甜頭 所以說 當然就是 呃 如果您是佛教徒的話 那繼續禅修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不需要把這個佛教的部分 拋掉 因為那個真的非常好 對 可是如果說 你覺得 你可能還沒有準備 要成為一個佛教徒 但是呢 你可以來接觸正念 尤其是如果說你是 有別的信仰的話 嗯 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心理的障礙 跟負擔說 這樣我會不會對不起 耶穌啊 或者上帝之類的 跑來跟你們做罪的 好 所以呃 正念基本上呢 它要推廣的 其實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訓 一個練習 對 身心鍛鍊的方式 就跟宗教無關了 對 因為我的學生當中好多的 都是天主教徒啦 基督教徒 嗯 然後在我們台灣正念工坊 有一個除了我之外 也是蠻呃 蠻受歡迎的老師 叫做劉毅宏醫師 嗯 他是更新集團的一位醫師 他本身也是天主教徒 他也是 等於是新竹 有一個仁慈醫院 他們集團的副院長 哦 那他本身 雖然是天主教徒 可是他學習這個 非常認真 而且他自己 對他跟他太太 幫助都很大 那請問這個東西 跟印度的這種瑜伽 瑜伽也有打坐嘛 有 對不對 那就是古老的 印度的 他們的禅修裡頭 不一定是佛教 嗯 他們也有 那是不是也是一樣的東西 就去掉宗教的部分 呃 有一点相關性 但並不完全相同 因為瑜伽重視的是身體 嗯 那我們重視的是心的鍛鍊 嗯 就很多人都會跟我说 欸你們這個不是就在學呼吸 學吐吶 瑜伽裡面也有 嗯 那其實以我們的角度來講 重點不是呼吸 嗯 重點是能觀察呼吸的心 嗯 那個覺知力 awareness 才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這是真的是 完全佛教來的 就是這樣子 對啊 其實這本書裡面就是 思念處 哦 對 思念處的修行 再加上大聖的禅宗 那當然它還有 就是這本書裡面有講 它還有加上西方的醫學跟心理學 是 也是加在一起 嗯哼 所以說在在這中間發生了神奇的效果是說 呃 對佛教來講 他求的是究竟的解脫跟平靜嘛 對 然後呢 呃 如果是大聖佛教的話 可能你就要發菩提心 希望能夠利益終身 對 不是為了自己 對 呃 去做靜坐 嗯 那這過程裡頭 一定會沉澱跟平靜的啦 不管怎麼樣 你自己你的你的程度到哪裡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嘛 對 可是可能大家不能理解的是說 為什麼這種長期的疼痛會不痛啊 哦 然後 對不對 好 然後 我覺得也比較能夠理解的是說 壓力 嗯 因為你雜念的去除 然後你人比較容易沉澱靜下來 那你就會比較容易的平伏你的情緒 嗯 然後也比較能夠疏解你的壓力 是 這個好像我們比較能夠理解 就是比較是心理層面的嘛 對 那當然現在有很多的慢性的疾病 或現代人的疾病 其實它真正的根本的來源 是來自情緒跟壓力 是的 譬如說我們說的失眠 嗯 甚至於頭痛 嗯 嗯 然後反正很多毛病啊 其實都是情緒跟壓力所造成的 嗯 嗯 這個感覺上 我以我們有限的科學知識 比較能夠理解啦 嗯 可是為什麼這個還能夠減肥 還能夠減痛呢 這止痛 要吃止痛藥啊 這個真的很痛的時候不能吃 不是應該吃止痛藥嗎 坐在那會不痛 這個我們就比較難想像耶 好 確實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議題 嗯 其實重點不是坐在那邊的一個技術 重點是你內心鍛鍊的方式 因為身跟心是直接連接在一起的 其實是直接連接在一起的 對 由此證明 確實 而且疼痛這件事 像我們最近跟那個馬接醫院的一個 疼痛科的醫師 洋醫師 我們有一些合作 那有去疼痛科看過病的病人都知道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儀器 可以衡量疼痛的指數 所有的疼痛都是病人自己勾 對 零分一分兩分三分 所以很明顯它有主觀的成分 對 而且更重要的不是 神經的這個疼痛會被消除 更重要的是我們跟疼痛之間的關係 就另一邊講你可以想想看 假設你今天肩膀痛 我今天真的肩膀痛耶 真的 那好準 感覺就是長期姿勢不良 對 很多上班族都有這樣子的議題 所以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你的肩膀平常是慫起來的 還是放鬆的 慫起來的 真的 大部分的上班族 其實也都是這個樣子 那回到剛剛疼痛的主題的話 假設我今天肩膀痛 我很恨那個痛 我覺得 我怎麼那麼倒楣 為什麼這個老闆都有這麼不好 害我工作壓力那麼大 那你對疼痛的這個情緒 那個我可沒有這樣想喔老闆 沒有啦 我是舉我平常學員的例子 喔 就是說造成你這麼痛這樣子 就會開始怪別人 對 一個是痛 一個是痛苦 怪環境 我們沒有辦法把神經的痛消除 可是你可以不會那麼痛苦 一個是pain 一個是suffering嘛 所以當你在疼痛發生的時候 你沒有那麼的厭惡的那種 煩躁的情緒 那純粹的疼痛 你的主觀感覺也沒有這麼嚴重 所以你的忍受痛的程度 就變得比較大了 對 因為你沒有 因為這個疼痛呢 又并發伴隨了很多別的負面的情緒 通通都出來了 就更痛苦 整體就更痛苦了 對 可是如果你沒有周邊 伴發出來的這些情緒 這些其他的東西 只是單純的疼痛的時候 其實沒有你原本想的這麼嚴重 感覺的這麼嚴重 對 本來神經的疼痛可能是三分 可是因為我們整個身心腳在一起會變八分 那透過正念練習之後 它會回到三分 它不會變零 可是會從八分回到三分 是這樣喔 所以不是完全不痛喔 對 不是完全不痛 重點不是改變疼痛 重點是改變我們跟疼痛之間的關係 那改變跟安科之間的關係 其實也沒有這麼嚴重的說真的 而且譬如說你剛剛講聳肩 你長期的緊張導致你肌肉長期的緊繃 所以它就造成了你可能就是這種慢性疼痛 容易腰痛啊肩膀痛的原因 會的會的 所以說透過正念的訓練可以讓你得到放鬆 可以因為正念訓練 然後慢慢的消除這個病造 對 最主要的一個是放鬆 一個是剛剛那個立文姐說的 就是我們心的覺察 譬如說一般人根本覺察不到 我的肩膀是鬆起來的 也覺察不到我的姿勢是直的還是彎腰駝背的 那有了覺察這個練習 你本身對身體的覺知力提高之後 你就比較不會有太多不良的姿勢 對 而且不只是肩膀是緊 胃也是緊揪著的 所以難怪久了之後會胃痛 消化不良 或是胃食道逆流 對 這是最普遍的胃食道逆流 現在當時的人就是 你都沒有去想 你根本不會去就剛剛老師說的 覺知到說你的胃都是從 除了可能睡覺搞不好都揪在一起 對 對 對 所以正念裡頭很重要的一個練習是覺知當下 覺知 其實正念簡單說就是覺知 其實要學會的是覺知 對 那覺知的對象 不是覺知呼吸而已 一直觀呼吸 一直數呼吸 對 呼吸是覺知的對象之一 那還有身體的知識 還有情緒 還有念頭想法 對 這全部都是在我們客人當中 所謂的深受心法 一步一步的 帶大家做覺知的練習 這覺知的練習也是 那個佛法裡頭很重要的 對 就是試念術 喚修裡頭很重要的一塊 對 對 對 所以其實 你真的去學會覺知這件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減肥有效的原因 對不對 對 因為你會在不知不覺當中 吃的太多 其實你在感覺飽之前 你已經吃了超過你所需要的東西了 對 所以說就是你在現在的生活裡頭 你的情緒 你的慾望 會像是一個無敵的黑洞一樣 然後你整個人其實是被吸在這個黑洞裡面的 那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從這個黑洞裡頭 解放出來 放掉這些不需要的慾望 然後伴隨著很多複雜的一些負面的情緒 你整個人身心就會非常非常的累 然後在這裡頭就會有很多病發的身體的很多的症狀 所以正念覺知的練習就是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 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是鄭麗文 今天呢 跟大家邀請到我們現場的呢 是在台灣正念工房的創辦人陳德忠老師 陳德忠老師呢 最近也透過了方志出版社 跟大家介紹什麼是正念 叫做正念減壓的訓練 那麼我們在節目裡頭也曾經介紹過 這個是呢 在全世界 乃至尤其是在西方 美國 歐洲 英國 正在非常大量的在風行蔓延當中 甚至於成為正式醫院的 還有譬如說像英國的國家的健保的項目 乃至於呢 現在他們也認真的想要把它放進去 從小學的時候 就讓小學生學習正念 你想想看 就小學生做人在那邊打坐耶 我覺得其實很棒耶 可是可能我們會有鑒於說 不可以去推廣某一個宗教 他在學校裡頭叫大家禪修 就會有這個宗教自由的問題 那這個正念呢 基本上因為他把它去宗教化了 所以說就沒有宗教的一些相關的考量在裡頭 所以還是要講就是說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宗教 就變成大家都可以接觸正念 可是如果你本來是佛教徒的話 你就在禪修也非常的好 那因為正念的 它的所有的來源 就是來於佛陀所教的這些禪修的方法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呢 其實正念就是教你怎麼去覺知當下 那你在我們的身心裡頭呢 其實呢 都被所有的這些非常複雜的 外來的壓力情緒所圍繞包圍的 那你其實根本不知道說你隨時位是井糾結的 你的尖是永遠慫起來的 你的人整個是在一個非常緊繃的狀態 你以為你很放鬆 我現在不是正放鬆在看電視嗎 或放鬆在吃東西嗎 錯 你一點都沒有放鬆 是的 肌肉是緊的 然後乃至於你一天到晚就想要大吃大喝 所以我好想吃雞排喔 我好想要喝珍珠奶茶喔 我好想要怎麼樣 這些這麼好像沒有辦法滿足的慾望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剛才會再講到說正念居然也可以幫忙減肥 這就可以用這個例子我們請陳德中老師來跟我們講就是說 正念到底是什麼 它的核心概念是什麼 為什麼它可以解決 譬如說聯想減肥這件事情也可以解決呢 好的 正念的定義呢 基本上是覺察 是對當下的不評判的覺察 其實我現在想要問聽眾朋友 不評判的 就不judge的 對 不帶有這個判斷色彩的 對 就只是應該是說比較客觀的 對 就很忠信的 如實的 去覺知當下 而不要去想說它是好壞的 它是對錯的 它是你喜歡或你不喜歡的 不要帶有這種價值判斷色彩去看 對 完全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所以你們聽眾朋友們 我不太確定你現在是坐著站著 或者在開車 但是你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肩膀現在是聳起來的 還是放鬆的 那你的腳正是什麼姿勢 不管你是坐著或者是站著 乃至你在開車 你應該大概可以知道 你是左腳伸直了 還是右腳伸直 即使你是翹兒郎腿 是左腳再上 還是右腳再上 你可以稍微去覺察一下 你自己身心的一個狀態 其實假設你有辦法開始去反觀內在 從知識覺察的話呢 你已經進入正念了 所以其實正念就是一個覺察的開始 那除了身體的知識呢 當然現在大家也許在開車什麼 就不見得要做這個練習啦 也許是我們有呼吸練習啦 身體掃描 慢慢的透過正念 其實你可以更覺察自己的情緒 跟你的念頭想法 那你會發現我想要吃東西 其實它是一個想法 一個念頭 可能你今天白天看到某一個冰淇淋的廣告 晚上這個廣告跟音樂馬上跑出來 那在你腦海當中浮現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出現癢癢的感覺 那個身體上癢癢的感覺 加上你的廣告中的那個畫面 譬如說女主角吃冰淇淋的那個笑容 它就會促使你去做出這個行動 因為我們先有心才會有行為的 那當你能夠看到你內在的這個運作 你能夠客觀如實地退一步 去看你身心的運作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他們對你的影響力會比較小 那你就比較可以做自己的主人 而不是一直被牽著跑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有正念的人 他的飲食啦運動啦各方面 他的意志力自制力都會比較好的原因 所以你就去理解到說 我為什麼非這麼想要吃這個東西不可 其實就在這中間你很多外來的資訊的刺激 引誘誘惑什麼的 然後你其實是不知不覺當中被激發了 重進去 對很強的欲望這樣子 然後你一旦去退一步 就像你剛剛說去看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子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這個念頭呢 為什麼有這個欲望呢 你才發現原來是這樣子 對他其實只是一個念頭 比較容易放下 對 你剛剛講說去看你的肩膀是不是慫起來的 我每次要幫我老公按按摩按肩膀的時候 我就說你肩膀很緊放下放下 我是放鬆的 我說你非常的放你放下 他現在他就會要講很久 都已經跟他講了 他都還沒有辦法把這個慫起來的肩膀放下 放下一點點說你看還可以放下吧 你還可以再放下 可以的可以的 整個ㄍ得這麼硬怎麼按啊 對 然後他才會發現說 欸 其實還可以再更鬆 對不對 還可以再更鬆 你就会发现说 你自己都觉得 怎么我已经很松了 其实没有 其实我现在就可以带读者 带听众们做一个练习 对 假设您是在比较相对安全的 一个没有危险的一个环境之下 你现在如果不是在开车 不然很危险 对 假设你觉得现在是安全的环境 那你跟着我深呼吸 一边深呼吸 请把肩膀往上聪 聪到最高点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一起把你的肩膀 就是一直往上 很刻意的 刻意的往上 最高点一边吸气 一直吸气 聪到最高点 来一起坐 聪到最高点 一直聪 然后突然之间吐气 把肩膀放下来 这才是你真正肩膀放松的位置 对 那假设你现在 整个肩膀放下来之后呢 你来记得这个感觉 跟它的相对位置 那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你停留在这边就可以了嘛 即使你在开车 你在打字 打字用的是手指头的力气 其实肩膀也不用聪得那么紧 那慢慢慢慢的 你就会越来越觉察自己 你的整个身心的状况 也会获得放松 我又是觉得 因为我左边肩膀痛嘛 那你 我是用右手的人嘛 用右手 不管是滑手机啊 或者是滑iPad啊 或者是用滑鼠啊 那照理讲 只有右手会紧绷 对不对 不会耶 你左边其实也是一起紧绷着 并没有放松 对 对 因为即使你没有在用的时候 它也是这样 对 好奇怪哦 这是整个人都是很紧绷的 要放松没有这么容易耶 是的 所以其实一开始正念最初学的时候 就要先学会放松 对 然后放松不是要你睡着 你还要很专注 对 所以您刚刚讲到说 透过很专注的去看你自己 现在的脚的姿势 然后你的肩膀有没有放松 然后你心里头 这个时候不自主的浮出来 很多很多的念头 对不对 我等一下要吃什么 很实际的念头 对 通常都是这样 等一下中午我要吃什么 要去吃哪一个呢 或者早上出门说 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之类的 就要想很多 对不对 下礼拜我要跟谁去吃饭 那脑子里头 昨天看了一个电视好好看 明天要不要去看一个电影 什么 明天要开会什么的 脑子里头有各种各种的念头 那怎么办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一个观察者 观察自己的念头 对 因为这个 也许在有些听众朋友们 也曾经听过静坐 听坐正念 很多人都觉得 想要试图的达造一个 无念的状态 好像我就是要 想要赶快把它静下来 可是假设作为听众朋友 你越练习 你就会发现 你的心根本不受控制 你越想要把这些念头赶跑 你会觉得很挫折 你就是会有这些杂念 就是会分心 所以我们在正念课的当中 我们会教专注力的技巧 我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当你在做呼吸练习的时候 或者是在静坐的时候 重要的目标设定 不是期待自己都没有杂念 而是我们把目标设定在 当有杂念出现之后 我们觉察到这个杂念 所以我们不是要消灭杂念 而是觉察杂念 那觉察到杂念之后 怎么办呢 你还在呼吸啊 立马来看看你的呼吸 正在往里吸还是往外吐 我们不要花时间去懊恼 而是直接回来呼吸 简单的说呢 我们不要期待自己的心 都不会飞出去 我们要做的是心飞出去之后 再慢慢的带回来 你一次一次的这样锻炼 你就会发现 你的专注力真的会提升 你也不会因为 觉得自己杂念分飞 觉得挫折 因为你发现之后 就回到呼吸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 透过这些正念的讯息 跟训练之后 就会让你的专注力提升 是的 然后情绪上面 比较不会这么严重的波动 对 就是即使有情绪的波动 它也不会去影响你的行为 譬如说 我可能会因为情绪波动 去狠狠的骂孩子 或者是说 就是跟 骂属下 对 骂属下 或者是私下骂老板 因为不敢公开骂 对 在群组里面偷偷 对啊 之类的 对那 我想要说的是 是很容易生气 譬如说在路上 你遇到有人 这个开车比较不礼貌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 怎样那个怎样 就很容易一肚子火了 尤其夏天快要到了 大家火会越来越大 看新闻 看到电视 又谁又怎么样了 也是一肚子火 怎么办 所以说这时候最好的呢 我们有一个方法 那我不晓得时间够不够 叫STOP的方法 它是可以在你暴怒之下 STOP STOP的方法 就是有四步曲 是不是 S一步 T一步 O一步 P一步 这样子 对 有四个步骤 可以让你在情绪暴怒的时候 不会做出到你后悔的事情 好 所以说呢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呢 请陈德忠老师来告诉我们在正念里头 如何透过STOP四个步骤 来STOP你暴怒之后呢 让你觉得伤害到自己又伤害到别人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是郑立文 为什么在节目里头跟大家介绍正念 是因为如果说你修佛 然后你真的认真的禅修 那非常非常的好 那如果说你不是一个佛教徒 那么我们也推荐就是说 透过正念这样的一个练习 真的可以让你真的重新的去认识自己 沉淀情绪 放松你的情绪跟你的肌肉 那么对你的人生 还有对你你跟人之间相处的方法 还有你的身体 都会产生 无形中会产生很大很大的注意 可是你不要连练习正念都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就说我三天就要怎么样 三个月就要怎么样 这样的话就压力更大了 所以刚刚老师 陈泽忠老师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在节目 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 很容易让我们发火的事情 很阿杂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用STOP来处理呢 好那STOP它其实是四个英文的缩写 第一个S就是STOP 就是停止 那第二个呢 T是take a breath 就是呼吸 对 那第三个呢 Oth is observe 是观察 观察什么观察 你身体不舒服的感受 因为有时候会让你发火呢 除了头脑里面 你一直会想那个事件之外 其实你的躯体会不舒服 可能胸口会很闷 会有一种 我们说脸红脖子出 就是很想要爆发这样子 对对 那这时候你根本就已经忘记了 不知道要STOP 为何干嘛 就直接爆发了这样子 对对对 那那个是很具体的 其实大部分人会暴怒 他的身体真的会有某种 我们说火是真的会跑出来 那个热气 那你去观察这个东西 那最后P是proceed 就是当这些都做完之后 去解决问题 重点不是情绪的耗费 重点是我能够做什么 让我自己跟他人更好 所以这个是P proceed 继续解决问题 那我一个一个讲 第一个就是说在你觉得 你会说出在你后悔的事啦 后悔的话 或者是说出在你后悔的事之前呢 先给自己一个空间 先停止一下 不要就去找老公理论了 或去骂小孩了 对啊 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很夸张的 就是一个美国的电影 就是有一个中年男子 他跟他的老板 就是过不去 然后结果他跳到老板的桌上 把拉链拉开 再把老板撞到杀鸟 那当然这只是电影啦 当然不会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 可是我们现实生活 就是会有很多 对或许 就觉得你不这样 没有办法发泄心中的怒气 对对对对 有的是对老婆 有的是对小孩 有的是对职员 那其实 不是不能发泄怒气 而是你要确认你 惩罚部署或惩罚小孩 是因为自己的愤怒而惩罚呢 还是你评估对小孩的教育好 对公司的未来好 我觉得这两个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不过还是回到前面 所以我们先停一下 那第二个呢 take a breath 来先给自己一个机会 一分钟也好 观察你的气息 就是吸跟吐 那其实所有的听众朋友 现在都可以跟着我深呼吸 一口就好了 仔细的吸气 再吐气 来诸位 你现在的这一口呼吸 跟十分钟前的那一口呼吸 都已经不是同一口了 真的 你现在吸进去的 又是新的一口 所以不管昨天过得怎么样 前天过得怎么样 你现在都可以重新开始 所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你可以观察呼吸 有的时候很气的时候 不是深呼吸一次 可能要深呼吸 十几次都没办法 通常我们的建议要五次以上 真的 对至少五次 那五次之后呢 你来观察一下 你的体内 有哪些不舒服的感觉 多半在我们不爽的时候 你胸口会很闷 喉咙会紧 肠胃会缩起来 会弄很紧缩 然后整个肩膀是很 或者是脸红脖子粗的 所以生气对身体很不好 非常非常的不好 其实生气是 拿别人的过错 在惩罚自己啊 简单说就是这样子 其实是 算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件事情 那因此呢 假设透过第三招 你来观察一下 先来照顾一下自己 其实你会发现 坦白讲 就是那些不舒服的感觉 那你来观察一下感觉之后呢 去跟他和平共处 有点像是秀秀 我知道胸口你在闷哦 自己把自己秀秀一下 对对对 那个先回来照顾自己 因为你伤害了别人 也在伤害自己 但你不如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最后再来想好 深呼吸一下 观察一下身体上 不舒服的感觉 接着问问自己 现在什么最重要 我可以做些什么 让未来更好 这就是批了 让小孩子知道 我生气最重要 对对对 一定要让老公知道 我很生气 你这样做 我很生气 对其实心理学 有个叫做我讯息 就是说呢 呃 我们都会说 你就是一个糟糕的人 你就是一个烂老公 那我们可以用我来代替 就是我蛮难过的 我觉得这样做 会让我心情很不好 就是你把你的感觉讲出来 而不是说 把对方当作主持来做评断 因为对方当作主持来做评断 你会发现你们两个人 是没完没了 你是个烂人 你评断的话 他也评断你 就这样一直下去了 我烂你更烂 对对对对 或者是你家骂小孩的时候 小孩就说 你怎么只会讲我 你自己咧 心里面心里是这样想 对啊 大家就互相指责 情绪没完没了 越来越严重 然后累积 还一次一次的累积呢 对啊 很可惜的 所以就会造成 你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的恶化 可是如果说 你可以处理自己的情绪的话 你跟其他人的关系 会变得比较柔软 会变得比较舒服 然后呢 也会改善你自己的情绪 就是说 会有一个正向的循环 对对对 不是一个恶向的循环 不是一个恶向循环 所以这个很重要 从你自己的正念开始 从你改变 从你觉知你自己的身体 你的情绪 你的念头开始 对 然后从你开始改变 说不定你就不只是改变你自己 还可以改变你周遭的人 会的会的 因为人是会受感染 而且事情反而做得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会在暴怒之下 做出错误的决策 对 我要惩罚这个部署 或者是要怎么样 是因为公事的整体考量 而不是因为我在发火 然后发火了之后 因为面子 然后继续坚持 我是对的 对对对对 永远没完没了 好 那要请教陈德忠老师呢 跟我们介绍这本书 正念减压的训练之外呢 方志出版社所出的 那如果说我想要接触正念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做 去哪里找你们 或者是说看了书之后 自己家家也可以练练习 好 有几个方法 就是我们这个机构呢 叫做台湾正念工坊 那工作的工坊 是左边一个图 右边一个方 那其实它是一个台湾专门在推广正念教育的一个中心 所以大家假设您是有个人的身心方面 比如失眠啦 或者是有些情况需要改善的话 那你可以去上我们工坊提供了正念减压的课程 就是这个书名 那假设您是属于企业界的 你想要锻炼员工 工作更有效能 或者是说情绪管理啦 领导力更好的话呢 你可以去上Google所研发的一个正念课程 叫做SI Search Inside Yourself SI 正念领导力的课程 那这些其实大家去网路上搜寻一下 大概都可以找得到相关的资讯 那假设呢 你没有想要花时间去上正式的课程 其实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些练习的方法 那您看到Chapter 4 就是第四章 正念的技术练习 对 第四章的技术练习 在文字当中呢 我已经做了一些引导 而且呢 这本书里面也有QR Code 你扫进去之后 你可以下载一些引导 那当然自己练习跟团体课程 虽然还是有点差距 可是其实也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什么叫做用葡萄干为例来做五感觉知啊 举例来说 这个跟刚才您说的 我看书里面提到的 举这个例子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那个是跟我们的一个正念饮食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就像刚才您说的 我们很多人都会喂食到逆流嘛 那五感觉知是什么呢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你多用一些感官 即使用不到葡萄干 至少要用三感 我们说食物是有三个聚权嘛 色 香 味 所以很多人其实就是葫芦吞藻 对 不知道在吃什么 对你昨天午餐吃什么 其实根本就不晓得 反正我就是 反正就吃完 就半吃半碗了 你昨天吃的那块排骨的感觉讲不出来 对 甚至他可能都忘了是吃排骨还是鸡腿 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先稍微观察一下 然后闻一下它的味道 然后在主角的时候呢 专注的去体验它在嘴巴里面的这个过程 那我们在课堂上 我们是会用一粒葡萄干 让大家做一个体验 是哦 就吃这个葡萄干这样子 对他会发现 这时候还没开始吃就吞下去了 太小磕 对所以我们都买大概一天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我真的是葫芦吞藻啊 其实大家能够细嚼慢咽 就会发现 即使是小小的超市的葡萄干 都可以有很美味的经验发生 那如果说有些人 真的很忙很忙啊 然后他连一分 就是每一天这样时间都不够用 这种人怎么办 那他可以利用 比如说 他动作快但是心不急 简单的说就是 我吃饭的速度 嘴巴我可以嚼得快的 或者是我走路还是可以快的 可是我即使走得快 我还是非常的清楚的知道 我左脚右脚或者右脚左脚 是哪一个脚掌 现在抬在当下的地面上 所以我们练习的过程当中呢 在课堂上大家会学到 就是去生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 我们会先从慢开始 可是当你练好了之后呢 你只是同比例的把动作加快 心不急的只是动作快 所以才会念念分明 对 对不对 然后你每个动作 所以你只是从慢动作 变快动作而已 对 而不会因为快动作 所以整个都糊在一起了 对对 就是动作快 心不见得要焦虑 那是两回事嘛 好 今天非常谢谢 陈德中老师给我们带来 正念的训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吴 感谢观看